《天公仔》 《天公仔》 大家好我是 Boris 我是天公仔 Lucky Boy 的導演 也是編劇 為什麼我們會想到 要拍這樣的一部戲呢? 其實主要原本 我們是想做一個很不幸的一個男生 在历经新加坡三四十年的变迁当中 所遇到的积极落落 这部电影 我第一次看剧本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 我很想读每一场 快快地读每一场 因为有时候我看剧本的时候 看几场之后我就休息一下 可是我读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就说我一开始看 我就想看下去 因为我觉得那故事越写 越写就越精彩 然后一直 我一定要看到最后一场 然后我觉得OK 它出来的效果 当然里面还有一些地方 我跟导演反映一下 因为这是剧本的工作 所以跟他反映一下 那么讨论一下 调整一下 我觉得这个剧本应该 不是太大的问题 我觉得可看性很高 而且蛮有吸引力的 他有一些水 他有一些水 可能要做英语的倒是没有水 我们想说 只是做一个很不幸的男孩的话 可能有很多电影 或者很多电视剧已经做过了 所以我们就想 是不是让这个不幸多一点 不一样呢 所以后来经过了一些会议 经过了一些思考 我们就想 不如我们把这个不幸 再扭得近一点点 就是 什么叫做不幸呢 我们 他凡事 他都差那么一点 他就连出事 就是出生那天 都比人慢一点 他做什么 都会比人家差一点 这是不是所谓的不幸呢 会不会 会不会是因为 他自己觉得自己不幸呢 还是他真的不幸 所以就往这个方面 思考 跟脑激荡 我们也找来了 杨军伟 还有跟我们的监制林德先生 一起开了无数次的会议 所以终于就 算是把这样的一个方向 敲定 我们做一个 凡事差一点 他不管读书 平时的命运 追女孩子 考试 工作 离成功 永远都差那么一点 那到底他是不是 不努力呢 还是其实他自己 觉得自己不幸运呢 完全是一个心态上的 一个左右 也就因为这样 我们就有了 这个所谓天公仔的 基本的一个主轴 大家好 我是黄伟良 在Lucky Boy里面 我饰演的角色是凌宇 凌宇是一个 很窝囊 做什么东西都微微说说 本来明明这个东西是可以的 但是他就在那边 就是想三想四 想说失败怎么办 但是就是跟我的性格 就是非常不一样 我是先做了 然后再来 再来看怎么样 再来解决后面的难题 哈啰我是Terence 登国强 我在Lucky Boy里面 演的 role是叫 Rae Go 是一个很nerdy的一个角色 图书很厉害的一个角色 over-analyzed东西 自己以为很聪明这样啦 可是那个true force 他真的是很聪明 对 哈啰大家好 我是甜蜜耀 Jeremy 那我在这部戏呢 Lucky Boy演的角色叫做 大杰 那其实这个角色呢 很搞笑 就是一个损友 就是很多鬼典子 其实戏里面呢 大杰 灵语 还有Ray 我们三个都是好朋友嘛 那在戏外呢 其实 我们也是好朋友 只是没有出来过啦 我们跟三位很漂亮的女生一起合作 还有谁 我们来介绍一下 因为是 我们今天从最普通的奖 最普通的奖 最普通的奖 就是女主角嘛 对啊 女主角是最普通的奖 Venus Venus 他是演 青青 青青 就是我的 梦中情人 青梅竹马的那一个 然后他的好朋友 他的好朋友 我们从最 最普通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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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Melody Melody 他在里面演的是 愚昧 对 愚昧 愚昧 愚昧很漂亮的很漂亮的 很棒的一位 最后一个 我跟你讲 这个 重头剧 重量级的 OK 口味 你口味一定要中哦 口味要中 因为他就是 Priscilian 他在 CC啊 他在那里演 婉文 婉文 也是他们的好朋友 嗯 我们 我们 OK啦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种 什么 重量级 什么东西都开玩笑 讲真的 我们跟他们三个合作 真的很开心 OK 婉文其实是一个 很开朗 一个很活泼 很 很容易沟通的一个女孩子 所以我们每次就是拿他来 就是讲啊 玩啊 但是他都不会发脾气 脾气很好的一个女孩子 对对对 哈啰 大家好 我是Venus 王敏毅 在Lucky Boy 天公仔里面 我饰演的是 张清清 我和林宇从小就是青梅竹马的 其实我是蛮喜欢他的 只是因为经历了很多事情 所以就一直做过在一起的机会 我觉得张清清这个角色 是一个很tough的女孩子 因为故事里面 她这么多年以来 也是自己去面对很多问题 比如说小时候 父母的离异 然后长大的时候 可能感情遇到不好 然后 可是她还是很努力的 不停去闯 很adventurous 的一个人 哈啰 大家好 我是Prisisla 林兮兮 那在Lucky Boy 天公仔里面 我是饰演婉文的角色 可以看到吗 就很可爱 但是又 有一点搞笑的一个角色 但是不会过于的搞笑 然后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一个角色 就是 我会很 算是peacemaker 对 所以在里面 发生了很多事情 然后其实我也是 在这部戏里面 是暗恋 淋雨的 我也只有暗恋的分了 嗨 大家好 我是Melody 我在戏中饰演的角色是 郁媚 郁媚是 比较白目 然后 也是比较自我的那一种 可是 她 没有恶意 然后 郁媚在戏里面 是那一种 笑话 就很多男生会喜欢的那一些 就长得很漂亮 然后 就跟我自己 有一点不一样吧 可能 除了 郁媚就很 很 怎么讲嘞 说话很直接 然后可能有时候就不经过大脑 然后 得罪到人还是伤害到人 她自己也不知道 这位就是林西西 非常漂亮 非常可爱的一位女生 然后 旁边这位是Melody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位女生 也是 OK 所以我们这个电影里面 都会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美女 快点讲一下 跟我们合作的感受 OK 对 SBGV她们人很好啊 然后还有 Germy也是很好 就 原谅超好 啊 罗文很可怜 每次被 欺负 讲真的我跟你说啊 我们可以跟罗文这样子玩啊 就可以见我们的感情到底 到哪里 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是沟通 沟通上真的很愉快 有分离认识 对 对 然后我坑 其实我坑 罗文的认识蛮久了 你自己来 你都没有对我很好 对很明显 然后你看 我妹妹话讲 哈哈哈哈 那我了解了 没有啦 其实在戏里面 其实我们坑 我们彼此都有 都有几场戏织织在一起 对 因为其实她沟通还蛮可爱的 对对 你可以看到那么可爱的一个 五位 五位演员 因为我们是同battern的人 混在一起 会搞出什么样的火花 因为我们想要 我想说就是 要在最短的时间 把感情 就是磨到最好 所以在那个戏里面 可以 就是给观众一些 我们真的 认识很久啊 从童年到 就是 老了40岁之后的 那个感情都很稳定 所以实际上 我们都玩得非常的开 对对 在电影开拍之前呢 我们就把所有的演员 这些来自吴四海 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都集合在一起 让他们好像 经过一个 incant trading一样 让他们每天 逼他们对稿 让他们每天把剧本 跑得滚瓜烂熟 让他们把一些比较 可能情感多的戏啊 或者是需要一些默契啊 一些交流的戏啊 排得很顺 而演员们呢 也都很合作 也都百忙之中 用抽空来参加 这个incant training 那么在这个 这样的一个被逼 一起度过的几天 一个礼拜当中 他们其实真的建立起 真的友谊 因为当然我也逼他们 自己家出去吃饭啊 出去什么的啊 那让他们更加熟络 那当演员跟演员之间呢 熟络以后呢 在荧幕上 尤其是我们三个男生 你看见他们在荧幕上玩得很开心 好像是认识很多年的朋友这样 这也是我们电影当中 想追求达到的一个部分 其实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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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感动的 就是我们把一个很多年前的 这个金童玉女又又带回荧幕 那就是我们的出名大哥跟秀环姐 嗨大家好 我是周出名 在Lucky Boy这部电影当中呢 我扮演的角色是林聪 是一个饱夺诗书的老师 就因为不受到学校的重视 就去看书店 可是在书店的当中呢 就很多人抱怨了 愿这个愿那个啦 唠唠叨叨 饭多牢骚的一个叫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秀环 我在Lucky Boy里面 是也无知这个角色 那么跟周出名是一对夫妻 那么戏里面 我们的孩子就是Lucky Boy 伟良 那么在戏里面 我是有一点点 不是一点点 是非常迷信 那么到处求神拜佛 为了让孩子平安 到处去求老师 让他能够进最好的学校 那么今天呢 很开心啊 我们第一天上班 就给我们的戏份 第一天拍戏 对 那么今天 20年后才第一次 在重新的搭档 我觉得 感觉非常棒 而且今天第一次拍的 那个setting是 94年 我想起当时94年 一起拍戏啊 我们还在一起拍戏 我还在那个 应该拍戏 就是金牌视野 对不对 我这么准呢 所以你看日子学院 多么的巧勒 而且那时候啊 你每天都跟我讲你的信息 每天都跟我发了的时候 我是你的 我耳朵给你 没办法吧 那时候拍古装 都现在很满呆 那种像 在这里这么舒服 后面还有咖啡 茶水 让你拿让你喝 对吗 拍摄天公仔 一个很大的 一个考验 一个难题就是 因为我们要拍新加坡 这40年来的变迁嘛 就是这个主角林宇 也是伟良饰演的这个角色 从出世到今时今日的一个成长过程 那我们知道新加坡 其实发展得很快 所以很多旧的街景 或者一些旧的事物都已经不在了 都翻新了 都变得很漂亮了 很先进了 所以在找地方拍戏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难题 只能够在新加坡 尽量地找角落 尽量地找一些被政府发展遗忘的角落 然后把它再用美术啊 或者后期的制作啊 把它改变得像当年的一个面貌 今天我们在了这个拍摄的地点 非常非常特别 应该是新加坡最后一个乡下地方 感风 听很多人讲 他们也是不知道 还有这种地方的 新加坡现在已经城市化 所以很少这种地方 这个已经是最后一个了 最难拍的一场戏 可以说是在屋顶 就是我们的出名大哥跟尾良的那场 父子之间的那个真心口白的一场戏 为什么说很难拍呢 因为非常难找到一栋没有栏杆的大楼 可让我们的演员或者设置团队 上到三十层楼那么高 去拍摄像这么危险的戏 所以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 我们选择用绿布景来拍摄 因为在拍摄这场戏之前 一个晚上 大家又拍了通宵戏 所以其实对演员跟工作人员来说 在体力上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因为在其实在拍天台戏之前 一个晚上我们是拍最后一场戏 所以大家都拍得很晚 又要有打啊 又要有感动点啊 又要有笑点啊 所以大家都已经很累了 但是因为那个景已经搭好了 已经摆在一个绿布景的一个摄影棚里面 所以我们不得不可以换机 我们一定要在当天 而且一定要拍完 因为是绿布景嘛 所以是演员们到那个地方 基本上就是一个摄影棚 但是要把一个绿色布景的地方 当成是在三十层楼这么高的地方去拍摄 首先是很考想象力的 做了一大段感动戏 父子声泪俱下了一段戏之后呢 我们接着要拍的就是 伟良摔一下楼的那个片段 而摔一下楼就要动用到武术指导 要动用到吊钢线 要动用到很多技术上这个协助 而在一个绿布景上面 这些动作就变得更难 我们要考虑到后期能不能够去调整一些 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所以拍这场戏的时候非常多麻烦啊 又要拉钢线啊 又要拉铁钉啊 爸爸是没有新的啦 但是我为了捡我的电话 不小心就从三十楼摔下去这样子 没有什么事情要三十楼位吗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对对因为有掉钢丝 掉了大概三个小四个小时 大概四个小时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那个战绩 就是下去的时候那个天线的那一支铁棒 就直直的这样子这样子插下去 然后它是因为顶到墙壁 然后插到我的肉 幸亏那个墙壁是假的 是partition这样 它插穿了那个墙壁 它是增强的话 它会插穿我的皮啊 我的肉 但你看 所以我拍这个lucky boy是对的 因为我是真正的lucky boy 在这次拍摄当中呢 我们也非常幸运啊 找来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来当客串心啊 我认识到这个帅目的帅目 我认识到这个帅目的帅目 因为 Boris asked me Boris是个好朋友的 我们做了一些节目 我们一直在一起 我们一直在一起 所以当他问我今天 我查到我的 calendar 我认识到我的髮料 我认识到我的髮料 但我认识到我的髮料 所以我认识到 我认识到这个帅目的帅目 这个特帅目的帅目 我们找到了这个农生 从新加坡 我认识到谁 否则我说了 我认识到这个故事 然后你会看电影 哈哈哈 你帅我 所以我认识到一个帅目的帅目 很短的帅目 但玩笑 然后最终的帅目 通常是最终的帅目 最终的帅目 最终的帅目 我认识到这个帅目的帅目 我认识到一个帅目的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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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难的帅目 很难做的 但是我们终于找到那些 不错的帅目 然后我们把他们背后帅目的帅目 我感到很棒在做这个 我认识到那个帅目的帅目 然后就突然说 然后我认识到那个帅目的帅目 我认识到这些帅目的帅目 我认识到那个电影 他说 幸运男孩 幸运你 他说 幸运你 他说 哇 还好 你好 我是杨军伟 我在这个电影里头呢 是演的 一看我的装扮 就知道不是普通人 他的名字叫做中国人 中国人这个角色呢 他其实是一个新闻主播 那一时在镜头面前在跟进 比方说过去这40多年来 在相互发生了不同的历史事件 都由他来报道 同时呢 他也见证了在相互的很多历史时刻 所以算是在这部电影里头 实践的一个主角 大家好 我是朱厚人 在《天公仔》这部电影里面 我演的是一个 《闯荡江湖》几十年 外号被称为水上飘的侠客 soft form呢 就叫做嫖客 为什么啊 因为他们问我里面要演什么角色吗 我从头看到 尾头没有一个角色适合我演的 那么这个角色是无中生有的 而只是开玩笑讲的话 导演就当真的 那我们讲出去的话 又不能够说回了 既然导演不会谅解 我们也不能够太随便嘛 所以说过的话你要算数 嗨 大家好 我是Maxi 林俊良 我是Kelvin 小胖 So 小胖 你开心来这边客串吗 非常开心 然后第一次有机会 就是跟Maxi 跟韦良一起合作 对 也是我第一次跟你合作 也跟Boris 导演一起合作 这次在这场戏 韦良真的欠了我们很多钱 对对对 然后我们之前出去的时候 他也是讲了很多话 我一直很想打他 也没有什么机会打他啦 所以在这个戏里可以真的去 骂他嘛 其实我看今天KMU的 他们都选了这些 跟韦良有点私人恩怨 可以来这边报仇打的演绩 对对对 最后最后一定要感谢的就是 就是我的师傅 也是我们电影的监制 我们的梁志强导演 他其实也非常想帮我 他就吓了我一个难题 他就说你要我演的话 你要想一个很特别的角色给我 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 他最擅长的 就是找他来返船 嗨 大家好 我是Jack Neal 今天做这样的打扮 就为了这个Lucky Boy 我的徒弟又拍戏了我 所以就来support他嘛 今天做这个打扮 其实蛮过瘾的 很过瘾啊 这身打扮其实是导演要求的 他说我要像一个卡顿的角色 那个卡顿的角色 我是觉得说 那个叫卡顿 我怎么会叫卡顿呢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大概这样可以了 不要像人一点了 不然很吓人 然后anyway 我就演一个校长 一个蛮苛刻的一个校长 一个抱负心很强的校长 一个得干人家的校长 看看你就知道了 耶 天空展示一部适合全家老幼 来看一部电影 在这个电影里面呢 的所有的角色 倒霉的 假厉害的 搞怪的 每一个都好像是我们身边的一个人物 相信大家在看了这部戏之后呢 都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一个曾经在你身边出现过的人的影子 所以电影为什么叫lucky boy呢 当然因为我们要做一个不幸的人嘛 但是我们也不想说轩软 轩软不幸 所以我们想说其实用一个反话 说他是lucky boy 其次是其实电影的中心思想 主要还是要大家认为 只要你用心去做每一件事情 只要你全心全意的去争取你想要的事情 总有一天你要的那个所谓的运气是会降临的 也就是你的成功 你是会达到你要的东西的 所以只要你用心 你就是lucky boy 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中心思想 我觉得整个故事的一个铺牌呢 它其实 它就是在讲一个人 就是林宇的一个故事 林宇呢 它就是一个 它这边是讲lucky boy 其实呢 它很多状况还是很lucky的 它要的东西总是 在突然之间又没有掉了 所以它会掉入一种失望 我觉得这种情况呢 会让很多观众 看了之后有同感 我觉得这种剧本就是connect 观众的一种情节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都会碰到说 你很想要一个东西 然后不懂为什么又没有了 然后你会很失望 所以我觉得 这个情节 这个人物呢 它其实会给大家看到很多自己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让我觉得 相关有意思的 天空仔的意思就是 受上天眷顾的人 那也跟我们lucky boy的意思一样 只要你用心去做 上天是不会看不到的 他总有一天还是会眷顾你 你还是会成为天空仔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 电影的名称叫做 叫做lucky boy 天空仔 大家好我是黄伟良 lucky boy 天空仔快要上映哦 lucky boy 天空仔即将上映 一定要看 请大家多多支持 lucky boy 天空仔 拜托拜托 有看有保佑哦 lucky boy 今天我来是想跟你介绍一个 非常优秀的学生 打怪脚飞号 你喜欢传统员 参加SBC 参加Prompsman 乐于俊 整天跑到我们学校 你还敢找到过场女朋友 品性关锁 哇哇哇哇哇哇 哪里 刚才风吹啊 把他的裙子吹起来 里面红红的还有lays啊 他就是我们家的儿子 看一看弟弟的号码又开 全部都中了 买一号开二号 买五号开六号 买十号开十号 全部都差一个字 妈 弟弟真的很倒霉哦 太太你求什么 我求我儿子的运程 求财 没有 婚姻等九九 六甲等九都没有 不是看到青青 你没错才看到十字八字的啊 真的 真的做票去追 我要注意抓住我 忽然抓住你 快点 真的是你啊 哈哈哈 你还敢说你不喜欢青青 你底部都是青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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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快点 押忍了她 在一起 Merry 直接 喂 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的话 可能怕 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分开 不论是读书 考试 踢球 追女孩子 不管我再努力 我到最后还是差一点 哦 哇 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啊 哇 你们孩子的这个 这个 其实比较像 Batman 啊 Batman Batman呢就是 晚上呢还没讲可以看 白天啊 根本就见不得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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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